比賽都中冠軍 從來沒有超過 沒有得過 調過第二名以後 最差是第二名啦 對啊 我大陪都第一名 真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喔 所以這輩子沒有聽過什麼叫第三名的 聽到那個感覺很噁心 像我去新加坡演唱 我今天去明天表演後天回來 所以別人是坐車上班 那我是坐飛機上班 那不是開玩笑 他沒有我們走到什麼地方去 比如說今天三個月二三 媽祖生對不對 就他的歌唱完媽祖就有踹 已經比天后還要天后了 一樣耶 你看以前那個 無路啊 像舞女也是國語版的 在那也是在唱的 對 對 那陳曉筠唱完之後 你馬上就有國語版的了 我就把它翻唱成國語 其實在新買 因為我那時候出片量蠻多的 我們要出四張或者到五張 你看這人真的很過分 所以有時候就沒辦法 那歌來不及出就台語的 我們知道台灣 台灣有很多很好聽 你們聽的歌曲 然後就把它翻唱成國語 而且他是這個童工 八歲就唱歌 就開始登台了 八歲是要唱到啦 沒有 我歌唱比賽啦 喔 但是你們兩個都是童工嘛 他也是這樣 我不是童工啦 你是嗎 我那時候已經國中了啦 你國中嘛 比賽都中冠軍 從來沒有超過 沒有得過 調過第二名以後的 沒有 最差是第二名啦 對啊 我每次都第一名 真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所以這輩子沒有聽過什麼叫第三名的 聽到那個感覺很噁心 唉唷 你也是誇張啊 像我小時候也是很會讀書啊 我每次都第一名 聽到第二名 我一直唱在討論 八歲都翻白 你可以再誇張一點沒關係 不過那個 我跟你說 飄飄也很厲害 這個季鄧綠軍 算他第二名 大家都去翻 最紅的 聽說 我的唱片因為是 從新加坡 從馬來西亞那邊過去 所以就進去的比較早 所以我現在去唱 我最近 我昨天剛回來 你知道我去的時候 他們說 你不是五六十歲了嗎 怎麼看起來是這樣 妖嬌咧 開玩笑 你說我才八歲而已 對啊 他們都想說我應該很老 我剛剛看到他提袋寫著 武漢五月花飯店 對 前天去武昌表演 去表演 所以說今天走遍大江南北 還有一個歌迷啊 因為我去電視台錄影 他就看到我就好激動 就哭了你知道嗎 然後隔天就燉了一鍋那個什麼雞湯 要拿來給我吃 他說看我唱得好辛苦 還要唱好幾天 叫我好好的保護 真的 那吉他熱情 那時鐘那個什麼程度 我聽說啦 齊琴去開演唱會 冰天雪地喔 然後就有一個小女生 坐了什麼六七個小時的火車 就是拿了一個布子 在飯店外面然後一直發抖 要讓她簽個名而已 就從晚上 但因為他們不知道那個人要幹嘛 就這樣一站站站站到天亮 已經變成冰棒 被人家抬走 所以你去也是差不多啦 所以說你在那裡做很多功德 就是這樣啦 君姐人聽到樂觀有很多很多的回憶 很多的回憶真的 其實我覺得很多歌曲都是伴著我們長大 像我們現在 像我記得我們小 比較年輕的時候很喜歡聽一些英文歌 然後昨天坐在車上 那個司機就放英文歌 我就聽起來 又回到那個時候 就像人家在聽你的歌一樣 那種感覺 不過你現在說真的 你也算是有點像 人家講的漂泊命 到處在國外唱歌 對不對 那你現在小朋友十三歲 十二歲左右 對 你不會想孩子喔 會想嗎 不是我告訴你 因為我都是來來去去 來來去去 我不是說一出去 十幾天不回來 不是 像我去新加坡演唱 我今天去明天表演 後天回來 所以別人是坐車上班 那我是坐飛機上班 你很辛苦喔 很累耶 不是不是 我覺得每一樣工作 只要你喜歡 你都不覺得辛苦 但是覺得也蠻好的 有些人一輩子 都沒坐過飛機耶 真的啊 不用太煩惱了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攤 十幾年前 十五年前 這個龍姐 在上台式節目今天 美麗的畫面 可愛喔 來來看 都沒辦法 你要煩惱 不要嚇人 稍看而已 來來來 請看 唉唷 唉唷 漂亮漂亮喔 對啊 變得不太多 我們是火焰在鬼頭 這是美國七十五年的 玫瑰的夜晚 我告訴你 我們能否重新開始 那是想我用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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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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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的那個上面 上面的光面 我還記得我以前 反正我們以前 那個年代 大概髮型 都是這個樣子 對 那個髮型 還有那個墊尖有沒有 快氣死人 現在看得有夠臭 你身演唱過好多好多的老歌 對 對 你我的天 我要你給我 有故隆 我的天 我愛你給我 不要你給我 你好 真的嗎 你在怎樣 你在幹嘛 這個髮型看起來就像國中生 是79年啊 很久了 好久了 這是十幾年前 那個時候我們在瑞幸那是我們同班 對 我們那時候同一個同班同學 同班同學 我們同一個公司 對啊 以前我好像看到葉姐 有穿那種高墊肩的那種 奇怪 現在歌青那是在打拆拆 對啊 就是打橄榴 而且越大越好那種感覺 是啊 是啊 你出了五十幾張專輯唱片對不對 八十幾張 那你有沒有統計過 你唱過多少老歌多少新歌 因為要到八十幾張 難以計數 八十幾張是一定要唱老歌 才有辦法累積到那個專輯 一些累積這麼長的一個歷史 這沒什麼事 只要你個人的演唱就可以了 什麼歌都有啊 過年也有過年 過年也有歌 這個八個十五個八個十五個七月半 有七月半 你有七月半的歌嗎 黃梅調的沒有七月半 黃梅調 對 我以前在那個 反正你只要去新加坡逛街 你到哪個地方都有可能 一定會有他的歌聲出現 就是一個歌手 因為我自己也是歌手 我感覺到一位歌手能夠把 就是說他在錄唱片的時候 能夠唱到這麼多的好歌 其實是很過癮的事情